而被九岁的袁景驾车撞死的这名邱姓机车骑士 上有九十岁的父母 下有四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要养 平常就靠他做资源回收维生 家境相当的清寒 那么袁景撞死了他 这个家庭的处境更堪怜了 今天这名袁景林静辉特别到邱家 向他的父母亲下跪 不过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 压低茂园戴着口罩 九家肇事袁景林静辉 带着懊悔到使者家 向使者年迈的双亲下跪请求原谅 完全都是做错 很对不起他们家 袁景执法犯法害的邱家 白法人送黑法人 使者高龄九十岁的父母 无奈不语 默默承受着哀伤 他们失去的不只是儿子 也失去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 无四岁的邱姓使者 就靠资源回收生活 日子过得辛苦 得养父母 还有四个不满十岁的儿女 你说爸爸睡哪边 这边 这怎么睡 小孩睡 你不要去天堂睡吗 小孩懵懂天真 不知道疼爱他们的父亲 已经过世 蹦蹦跳跳的玩耍 还向大家展示爸爸的照片 令人看得是格外心酸 也担心他们往后的生活 该怎么办 明日新闻叶新凯 新竹报导 好 好 好